UZI也接班了 為什麼這邊會一直提到UZI這個人 他有粉紅嗎? 他地下室都關於人 喔 我好羨慕 不是 不能這樣子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現在想上職了 今天就在今晚可以當突起第一次變的機會 沒錯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喔 還是這樣好了 如果我今天上職 你今天就直接把那個紫色給炸出來 你怎麼不講話 OK嗎? 你今天要是直接上職 我要把我的那個TwitchID改叫狂暴小王了 這個也太歐洲了吧 好 我們合了 上 上吧 出發 出發監聽 大哥 合 合 合了 合了 進得勾 進得勾 對對 好 GO 哇 哇 哇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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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出來 出了 他就出了 出生幹嘛 初期第一次變 記得叫你朋友一定要來追隨這個 我們這個新的頻道 主播以後會有視訊 肯定有啊 主播為什麼我第一次看來就有64個月的訂閱 可能之前 有人送你這邊的訂閱吧 第一次看來要訂閱嗎 如果你有一點點能力可以支持新主播的話 當然是非常希望你訂閱的 隔壁的狂暴小劍是不是我大哥 請你不要這樣侮辱他 他是現在這伺服器大家的大哥 今天就 來陪你們聊聊天吧 畢竟 還有一些新同學可能不太認識我 當然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就可以來跟 跟主播說啊 主播平常是很喜歡解 解惑大家的一些困難 畢竟 我也是從哈佛留學回來的 我可是美國哈哈哈哈 哈 阿佛大學回來的 說說說說說說 雙碩士學位 加埃琪威力財的號碼 肯定有 15號 肯定有 UZRA是實況主我沒聽過耶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看看他強在什麼地方 老汪你知道汪測嗎 沒聽過耶 老汪你叫汪什麼 沒有我本名姓陳喔 沒有我叫陳劍測啊 可是你們那個實況的一些梗 我還不太懂 畢竟我是 剛剛才開始在那個Twitch開台的一個 老汪只要知道不要跟UZRA一樣就好了 我不太知道這個主播是幹嘛的 他是個小丑 那他肯定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播 畢竟 主播就是為了帶給大家歡樂 來開台的嘛 或者是解決大家的問題 來開台的 馬屬王KYO我特別喜歡他的台 可是他真的太辛苦了 因為 不只開台他還要 去賣馬屬 UZRA也接班了 為什麼這邊會一直提到UZRA這個人 他有很紅嗎 坐過勞專打女人 你是說他完全是一個社會貝類嗎 告訴大家就是千萬不要做像這樣的事情 還我們一個良好的一個實況頻道 他地下室都關女人 我好羨慕 就是 不能這樣子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主播安安第一次斗內影片裡的女生你認識嗎 我正在找他 好我幫你找一下 這個影片我好像有點看過 這個女生好像是叫做大魚吧 我把他抓住 我把他抓住 你幹嘛啦 上次那個影片給分枝給先撿啦 不好嗎 不好嗎 我抓我抓我抓 我是 武人啊 到底在幹嘛 喔這裡面的女生都笑得非常的開心耶 你不要看這邊啊 你們一起拍照他講比較不尷尬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他的成品 優子優子 這張很可以耶 就是網路上的正妹耶 很可以 我覺得沒有那麼可以 這個影片是大家的4號嗎 優子我沒聽過耶 這個是一個色情影片嗎 我們不能夠在一個地方 宣導色情影片你們懂我意思嗎 無奇不是一個 散播歡樂散播愛的地方嗎 你今天要幾點開台 你今天會回家會開台嗎 明天有什麼工作 那現在這一聽過的怎麼樣 這邊是個散播仇恨的地方 不可能吧 那平常這邊都在散播什麼樣類型的仇恨 你可以跟我說說看嗎 畢竟我是剛來這個地方的新舉國 老王如果 別人把刀架在脖子上 應該如何應對 不問題 你一般來說你遇得到嗎 我以前的日子喔 其實小時候我是一個 非常用功讀書的人 我以前考試都考得很好 後來一直讀書一直讀書發現 讀書也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畢竟人生並不是只看讀書考試 你要有更多人生的歷練 謝謝聊天室在新人主播 剛開台的時候 就這麼願意花錢支持在主播身上 想必大家都是這麼有錢的吧 都這麼有能力 那肯定是希望很多新的觀眾 可以在這個地方 拿出你一點微波力量 訂閱一下 讓老王一元 只變只娃的夢想 拿他們錢來玩天黨 主播請問該怎麼樣才能不仇女 女生不是拿來仇事 女生是拿來 拿來疼惜的 女生那個 在裡面那種傻傻的樣子 實際上他媽都經得跟猴一樣 危險到不行 主播我是窮學生 最近連吃飯錢都沒有 我真的沒有錢訂閱 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打工嗎 不是 讀書也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先好好讀書 未來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主播為什麼一開始就有勾勾 因為 我那個跟圖騎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被我的真誠所打動 所以在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讓我得到了勾勾這東西 就讓我更有機會經營 在Twitch經營起來 簡單說就是走後門啦 不然在優信實況主要打倒圖騎 那他打倒了嗎 他沒有打倒 對嘛 圖騎沒有那麼容易被打倒 胡言亂 亂講 主播我想發財 發財肯定也是 用對方法你就有機會可以 可以發財 你知道愛愛女王ET嗎 我知道 很成功的 主播認識豆豆 豆豆說你今天一定要穿女裝 我沒有聽過這個人 主播你知道UZ還在19歲成為世界冠軍 我是為他的觀眾以他為榮 我還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有很紅嗎 主播剛開始還有喜歡女主播嗎 我到時候會多去看看各個女主播 看看有沒有什麼很好的對象可以拿來用 不是說可以一起玩個遊戲什麼的 畢竟我是很喜歡玩遊戲的人 我相信在Twitch的很多實況主也是特別喜歡玩遊戲的吧 那肯定我們可以來玩一些遊戲啊 UZ以前是以更生人為特色出道的 不要去學習這些不好的事情 難不成你想要做更生人嗎 我主播不吃泡麵 馬上來一口 安全牛這個詞怎麼來的 可能就是某隻牛很安全吧 主播這個人跟你好像 我看一看 為什麼大家都是我跟別人好像 很輕快的一首歌耶 這個主播 現在還有在Twitch開台嗎 已經沒有了 你是說他是舊時代的敗肥者嗎 在圖形開來沒有紫色被淘汰了 可惡的